为表扬101年度进出口机油厂商 及外销机油中小企业 经济部委托外贸协会 于8月28日盛大举办 102年经贸奖 即第16届小巨人奖颁奖典礼 除得奖厂商代表出席之外 现场还有产观学 工商团体各界贵宾 及各国驻华使节商务代表 出席共享胜举 1969年由孙映璇孙部长 创立了金贸奖 金代表外贿 贸代表贸易 用协议奖 用台译讲 讲金贸的 金贸 这个奖一出来 这就好看好看 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重视 得到的金贸奖 都认为是无上的荣幸 到了民国75年 政府给他发现 重视出口非常重要 在进口关系到什么 关系到民间的消费 也关系到民间的投资 也因此这个金贸奖 从民国75年开始 不是只有出口了 包括进口的 所以今天的金贸奖是我们是基优的贸易厂商 而不是基优的出口厂商 我们选了十个产业针对了十个市场 包括印度 印尼 俄罗斯 阿联 巴西 埃及 土耳其 墨西哥 中国大陆 再加上菲律宾 以去来讲 我们金贸奖 得奖厂商 一共创造了 1386亿美金的贸易时机 占我们贸易组额 百分之二十四 民国86年 大家觉得 厂商都是大厂 因此 大家觉得 应该对 小的中小企业 也应该有所鼓励 所以民国86年 就开始 创造出 所谓小巨人甲 这由中小企业处 业处长这边 在执行 其实不管 这个企业的规模 是大 或是中小新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企业所展现的 台湾经济的精神 才是我们这44年 或16年里面 所看到的 最重要的资产 如何发挥 政府以及民间 需所合作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让我们台湾伟大的 以及充满创意的 企业家 在不断拓展全球的同时 政府能够及时地 伸出援手 能够提供协助 甚至能够共同规划 这个是我们所有在政府工作的同仁 所必须要练职在职的 我尤其要再度的强调 台湾企业的这种创新 勤奋 坚毅的精神 是我们整个台湾的精神的一种展现 我们所自我期许于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 绝对不是仅止于免除错误的政策 或者是过时的法规的解除 我们政府在整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 必须要更为积极地去扮演一个 能够跟民间共同合作打拼的角色 经贸奖表扬的机油厂商筛选条件 包含前一年进出口时机前十名 前十大出口产业 拓销至重点新型市场 各产业别时机第一名 即创会前五名的厂商 小巨人奖则是从外销金额及外销金额 占公司营业总额一定比例以上 财务状况健全 产品符合市场需求的厂商中 依据几个阶段严格评选产生 所有的获奖厂商都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 希望藉由这两个奖项的举办 能够激励更多进出口厂商 与政府共同为台湾的经贸发展努力 以创新前瞻 拥抱全球的进取精神 让台湾在国际上持续发光发热 创造更多国际商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